陈自尧,这位香港娱乐圈备受瞩目的女演员,凭借着她那甜美的王阿脸和出众的演技,成为了众多观众心中的CT来姐姐。 出生于1981年8月27日的她,吉棍福建福州,早在摩托界就以其39寸的修长美腿和清新的形象赢得了广泛关注,被誉为继州会命之后的新一代少男杀手。 陈自尧的演艺之路始于2000年,当时她以模特儿身份出道,迅速在时尚界掌纹脚跟。 她的甜美外貌和出色的身材,使她成为了广告和时尚摄影师们的宠儿。 然而,陈自尧并不满足于模特的工作,她渴望更多的挑战和成长。 2004年,陈自尧正式加入TVB,陆续参演了多部备受欢迎的剧集,如《窈窕淑女》、《高鹏满座》和《法政先锋》等等。 2007年,陈自尧凭借在《同事三根筋》中饰演的和童童议奖,首次入为《万千星辉》颁奖典礼的最佳女配角和《飞跃静步女艺演奖》。 这些提名标志着她演技上的突破和成长,也让她开始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2016年,陈自尧在《公共出宫》中饰演的《云大之议奖》,再次获得《万千星辉》颁奖典礼最佳女配角的提名。 2020年,陈自尧在《那些舞爱过的人》中饰演了保险公司高层《潜力院》。 她的出色演技使她在当年的《万千星辉》颁奖典礼中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的支持,并首度入为《最受欢迎电视女角色》。 她与黄岁如及连世雅的搭档,也被提名为《最受欢迎电视搭档》。 2021年,她在《宝宝大过天》中饰演脾气暴躁的全职《妈妈》一番,凭借这一角色。 她在《万千星辉》颁奖典礼2021中以大热姿态再次夺得最佳女配角奖。 2022年,陈自尧在《无限单元剧母亲的乒乓球》中首次担任女主角,饰演单亲妈妈江芷欣。 她的精彩表现让她在《万千星辉》颁奖典礼2022中首度入围最佳女主角和马来西亚最喜爱TVB女主角两大奖项。 这标志着她在演艺事业中的又一次重大突破。 2024年,陈自尧在《无限剧集婚后世》中再次担任女主角,饰演张明昕一角。 她成功地演活了一个失婚妇人的角色,赢得了观众的高度好评。